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非常多离谱的假资讯嘛 但是你有看过这么犯狗的吗 网络的错有时候不是故意错 但有的骗那就真的是故意骗啊 我现在就一字不漏用竹子搞 让你知道这个人是在好人吗 他说鱼这个字是一个女家一个鱼 所以这个鱼就是在说吴国的女人 他说吴国的女人都很漂亮 所以吴国的女人都跑去当义籍啦 他说义籍就是官方的娱乐 都会找男孩子来跳舞来娱乐大家 他说义籍这个文化特色 是因为古代的吴国跟日本常常往来 所以吴国的女人都跑去日本当义籍啦 他说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日本叫义籍的文化 就为那东西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这样oh my god 短短几句话没跟一句是对的 你说利用猜的也好歹猜对个一两句吧 没 没跟一句是对的 全部都离事实太远啦 我先说重点哦 日本的异技文化是当时才出来 是江户时代的中期啊 那一阵都已经是清朝了呢 你给我扯到古代的吴国 这中间差了两千年啊先生 那你还乱扯 说是古代吴国的女人跑去日本 都这样就有异技文化 我里的 就算他们认识哆啦A梦啊 哆啦A梦是本人嘛 好就算他们搭时光机穿越两千年 想在日本异技清一色 全部全部都是男人啊 我再说一遍哦 想在异技全部都是男人啊 是哪来的女人啊 你是拨杯问人去问到贵啊 哎呀有哦 异技也不是什么官方娱乐啊 那是因为他的消费门槛很高啊 所以客人看起来 这些都全是一堆达官贵人啊 因为一般人消费不起啊 重点是要有钱啊 那有一个重点是一定要交代的 因为可能真的有人不知道啊 异技他不只是一般提供 娱乐消遣的表演者哎 陪酒的那个叫花魁 那不一样啊 异技他从茶道到香道 受日本最精髓的艺术 全部要精通啊 异技他是日本美学意识的传达者 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而或许在某一些时代的关口 异技也会遭遇所谓的潜规则 所以在1940年的时候 异技就因为这样有一度被明令禁止啊 但是那是在二战开戏局势很乱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人有陷阱 日本就在我们隔壁他敢这样骗的 他给你们家的这些资讯都是隔壁 他自己不知道嘛 咱就是论事嘛 他若稍微去Google一小时 都不至于错得这么离谱嘛 他没了 他要用骗的更快啊 这什么价值观啊 他都不怕叫人抓包呢 这个人不是第一次了呢 那我们的社会就放任这款人 一片再片 让人教室在研究台语的都这样没水準啊 这款人在教台语 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啊 他又说古代的五国跟日本常常往来 那有这种事情 其实日本跟古代的五国有非常深的渊源啊 这个渊源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人他如果知道答案他就不用这样骗了嘛 在这两千多年前当五国灭亡了以后呢 他们一线往南逃 那另外一线就往北逃啦 往北先逃到韩国 所以越南跟韩国都有古代五国的遗族啊 还带来就到日本啊 所以现在的一本人 就是当年的五国之后啊 您感觉过去的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在在周朝的时候 断法文身建立五国的周泰伯 就是这的古书在讲的五泰伯 日本的建国纪念日 那是根据日本书记的古书记载 在神武天皇东征之后建立日本国的那一天 当最是纪念日啊 但是这个年份是西元前六百六十年啊 这个年份就有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日本是在西元前三百年 才正式脱离神文时代呢 那时还在血居采集呢 那是到上个世纪才发现原因啊 本来这个神武天皇的存在年代 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 被故意往前推了三四百年啊 然后又在这个不存在的空窗期 硬塞进去八个不存在的虚拟天皇啊 就是俗称的确实八代啊 而真正的年份应该是在西元前四百三十几年左右啊 那就跟史书记载的一样啊 跟五国灭亡的年代刚好接上啊 所以现在日本人就是当年吴国之后啊 这个公法可以说是没有悬念啊 所以日本国抵了建国之初的装扮 基本上就是古代吴国的装扮啊 日本和服的前身就是古代的吴服啊 古代的日本人也是断发纹身哦 我说的刺青是刺脸上那种哦 但是古代日本人的刺青文化 也有去受到南岛语族的影响 那个最早可以推到两千五百年前啊 所以古代的吴国是在灭亡了以后 才到日本建立了日本国 所以跟古代的吴国跟古代的日本常常往来 然后吴国漂亮的女人都跑到日本 去当异计这种事情啊 这不就是时空大错乱啊 这种消费真的是精神病患 跟诈欺犯这么说的出来 一般人不懂就算了 你出来要敢赶 你连骑马的功课都不做 你就是村班要敢骗嘛 拜托 台湾人比较尽作的 这里含国的事情 不让国重容下去啊